一名多倫多女子被指涉嫌安排假結婚移民 今日被判監兩年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表示 涉案女子合共面對21項假結婚諮詢控罪 調查員稱,女子和她的同謀 在2005年至2012年間 收取中國籍人士每個3萬至3萬5千元家園 幫她們尋找贊助商、安排婚禮 及提交所有相關文件 根據《移民及難民保護法》第126條 任何人士在知情情況下 直接或間接歪曲保護法內容 並故意有時幫助或教唆任何人犯罪即屬違法 最高刑罰為深藩縣及監禁5年